瓜哥第一次接触到政治正确 那还是瓜哥小学时候 当然那时候他还不是这种教法 当时瓜哥的小学自然老师说 他和我们一样非常喜欢 深度新史这种日本动画片 因为他不像国内动画片 不管什么题材都有很强的教条主义 比如三个和尚 骄傲的将军 没头脑和不高兴等等 通俗的讲就是分分装装教观众做人 当然这里面还有些敏感的原因 就不展开说了 反正你们懂的 瓜哥蛮喜欢这个自然老师的 他因为刚毕业 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士很不一样 上的课也娱乐性十足一直在讲段子 所以他对于瓜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也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元素 尽管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些动画片讲的都是些很正面的内容 但瓜哥小时候还是不太喜欢看 很讨厌看的动画片还要被叫做人的 后面海外各种民运组织盛行 什么女权 环保主义 动物保护协会的 欧美电影里经常出现教条式的内容 而游戏里的情况一直以来都算是好的 没怎么被影响到 直到2009年 瓜哥和网上要在网上刷游戏相关的新闻 有一则新闻引起了瓜哥的注意 具体细节瓜哥记不清楚了 大概就是有个人权组织控诉卡普空 说这款游戏 我们回忆起非洲大陆被白人殖民的岁月 看到一个白人对黑人大杀特杀 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之类 他们控诉的游戏正是生化危机5 当年李三光杀了多少白人都没能BB 换了非洲背景就能受不了了 最重要的生化危机5在多个国家被禁售 直到卡普空推出白人补丁后 这事才算完 这一下子就引起了瓜哥的警觉 第一反应就感觉坏了 游戏终究要开始了 后面果然如瓜哥所料的弹样 游戏的政治性却开始越发严重 道路进行是完全泛滥了 最近瓜哥在玩乌十三重制版 这种感觉就非常明显 七八年前 东屋的游戏是多么的令人舒爽 没有这么多乱七八周的玩意儿 大家应该都知道信任者偏差 为信任者因为无法发声 发声的信任者往往以为他们就是大多数 就跟瓜哥了那堂工作室的那期视频 有个错误 你看留言的全是劝推瓜哥 别做up组了 好像瓜哥引起了公分 但只要看瓜哥视频点赞数就知道了 大多数人还是肯定瓜哥视频的 人那是狭不远于 视频确实让三十七人取关了 但同时吸引了二百多个新粉 然而你只看留言 就以为他们就是大多数了 政治正确同样如此 大多数人对这玩意儿是不感冒的 甚至是反感的 但是乐爱政治正确正的人 往往都是精力过剩 整天无所事事 在社交媒体上到处找人告 在街道上游行抗议 叫得最少的那批人 这就给大家产生了一种 他们冷很多的错觉 而且越是白左化严重的社会 这情况会越频繁 比如北欧、西欧、加拿大最严重 所以游戏工作室为了堵住这帮人的嘴 也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游戏里塞入这些内容 一开始还会比较正能量 反对种族歧视、保护动物、男女平等啥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游戏作人里肯定也有不少乐中于 宣传政治正确的人啊 这点天就是最后宣伴者的编剧尼尔 一代因为有顶头上司布鲁斯压着他 他还不敢太过造次 到二代时 顽皮口上下就已经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了 那他自然是放飞自我 尼尔本人是个以色列犹太人 所以游戏里还分了好几段戏份 专门宣传了一把犹太教 为了防止玩家冒犯 还特意设计成犹太教相关物品和墙壁不能攻击 而他为了讨好同性恋团体 特意在游戏里强行塞列把女童之间的亲乐戏 瓜哥不知道你们玩到这一段时是怎么想的 我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生怕游戏时候 儿子女儿进门找我有事 瓜哥不歧视同性恋 但你在我小孩面前宣传同性恋 我就只能日你一家全家了 要知道玩这游戏的群体中 肯定不罚我儿子女儿这岁数的小孩 这可比瓜哥小时候 骄傲的将军 骄傲的谦虑的性质差得天翻地覆了 就这自然老是都要喷 瓜哥很好奇这游戏才能喷出什么花来 此外为了讨好女权组织 尼尔又特意设计了个新时代的女性角色 爱好女主金刚芭比 真巧 那就简称为艾比吧 女权组织有个奇葩的论点 就是美女不能出现在游戏中 因为他们认为 女性角色的平庸外貌 将有助于将男性玩家的注意力 转移到他们的事业成就上 而游戏中的美女 往往代表的是花瓶 是男性社会误化女性的产物 我知道大家有列举 克莱尔 劳拉 爱里斯 希腊等一票女中豪杰 但你们杠我没用啊 去杠欧美女权组织啊 所以艾比除了长了一张很普通的脸外 老实说现实里也不算丑 但在美女满天飞的游戏主角里 她绝对属于丑的 只能和一帮同样注重政治正确的游戏比比 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 呃 说到哪了 对了 艾比除了长了一张很普通的脸外 她还有傲能的身材 你别误会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能激发男性荷尔蒙的好身材 而是那种一天吃了一罐蛋白粉 打击速练出来的金刚躯体 没错 艾比在游戏里属于力量担当 难能比起她落爆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亚依的问题 真的游戏里亚依的各种荒样惨死 瓜哥也没啥你搞歧视的证据 但是其中有个剧情让瓜哥特别不舒服 就是杰西问艾里为啥不喜欢她 是因为她是亚依吗 艾里说是的 估计很多人会喷瓜哥玻璃心 但你换卫斯搞笑 如果换成艾里说我不喜欢你 因为你是黑人 你猜他们敢不敢 这还不是在欺负老师了吗 如果这些是游戏在刻意表输出弱势群体的特殊性 那瓜哥还能接受 但这就是强行给玩家们喂食 并且为了塑造艾里新时代女性的形象 除了杀人鲁玛同性恋外 在游戏里还大断剧情在吸食大麻 问题就是这么狠角色 最后的选择却让人摸不到头脑 你养父被虐杀 彭越死在爱比手上 汤姆也因为她残废了 艾里为了杀她还因此丢了两根手指 结果最后又是他妈的政治正确的白左选择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观音娘娘都没你这么屌 你让人想让主题升华 完全不顾人物性格设计上的前后矛盾 结局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的牺牲品 瓜哥就是个臭打游戏的 忙了一天就想好好享受一下游戏 不想在游戏里搞这些有的没的 你要搞政治正确瓜哥不反对 但也要遵守基本法吧 你们动辄在游戏里教玩家做人 这自然会引起大家的反感 瓜哥对最后是幻者2 这么优秀的游戏底子 被尼尔厚伙感到了万分可惜 很多人说瓜哥你碰了这么久 美墨2还不是深受玩家们的欢迎 卖了1000多万份 我们先不论这销量里面 有无脑首发的一代死忠粉 但你要知道 一代不算最新出的重制版 都1700万的销量了 考虑到爱戴的制作成本翻倍都不止 你还会拿销量说是吗